梦征 轮椅上的脱贫致富带头人 梦征1974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邹城市 1997年大学毕业后的梦征成为一名公路系统的技术人员 2001年的一场车祸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听到医生说一辈子坐轮椅永远站不起来的时候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呆呆的望着天花板 整整两天没吃没喝 一句话也没说 当时万念俱灰只想着怎样寻短见 母亲看到后抱着他心疼的说 我能养你小也能照顾你老 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梦征 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以后怎么办 于是他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现状 觉得首先自己要正坐起来 不能再消沉下去 2006年他了解到几名牛羊资源丰富 但养殖户多在农村 且都是散户大都不会上网 由于信息不通 销售仅限于周边地区 于是梦征便盘算着通过网络帮养殖户 卖活牛羊 当周边的养殖户 看到这个坐轮椅的男人 来洽谈互联网业务的时候 纷纷摇头 有的还把他当做骗子 一次次的拒绝并没有让他泄气 他的真诚 终于打动了一位养殖场主 答应跟他合作 终于第一笔订单来了 那是一名中年男人 一下买了300只羊 挣了1500元钱 慢慢的 他的客户越来越多 并带动了周边2000多农户 加入养殖队伍 后来 他的经营范围从牛羊扩大到地瓜 蘑菇等农副产品上 他带领着八个残疾人 注册了电子商务公司 买卖越做越大 如今 他的电商平台的主营业务 已变成电力干擦等建筑产品 年营业额超过4000万元 高铁 公路 电网改造等 大量需要这类产品 他还打算 自己盖厂房生产 从线上销售别人的产品 变成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 谈起未来 孟征很有信心 同时孟征还在邹城 几名举办的电商培训班 残疾人培训班里 孟征把自己的遭遇和创业经历 讲给大家听 感染鼓舞更多和他一样的残疾人 不仅把技术交给他们 还要把积极的精神传递给他们 让更多的残疾人通过创业来改变人生 孟征经过不懈的努力 也让孟征实现了自立 并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称号 获得阿里巴巴全国知名电子商务运营商 只要肯努力残疾人也可以做得很好 有喜欢创业故事的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